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火烛 少爷 你要的东西到了 下去吧 是 可算是到了 憋死我了 冷掌柜 你不是让我来当冷家大小姐的吗 你见过哪家大小姐是大半夜 被人用箱子抬进来的呀 之前给你看的注意事想看了没 那当然了 冷掌柜您尽管放心 我上京城第一导购黄子萱 是绝对不会忘记顾客的好恶的 好 那你现在姓善名谁 我叫冷光宗 是冷家失踪十年的大小姐 幸得一位农夫相求 如今已年方十八 性格温柔敦厚 是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 冷掌柜 您看咱什么时候把定金给付了呀 我 我有急用 一百两 这是另一半 关于我爹和我妹的喜好与禁忌 记住 家中的所有事情 你都无需插手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 让我爹开心 以上事想 在面见我爹之前 必须挤牢 完全没问题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 半个月之后 明天 是 杀牢 我是黄子萱 原本是南楚边陲 玉水县的一名杂草女孩 在上京以帮人带货为生 平日里没有什么爱好 除了爱钱 爹 女儿冷光宗拜见爹爹 这个皇子宣不按套路出败 在搞什么鬼 爹 爹爹不知道肿不肿 纵儿啊 我擦了 爹 女儿好想你啊 我的纵儿啊 爹爹无时无刻不但想你啊 爹 你还在喝药不宜过于激动吗 纵儿回来了 我的病就全好了 纵儿 爹实在是太开心了 爹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打扮 看一下廷林房大出兵了 龙总会新族秦妹妹冷光宗 回府大出兵 现在开始 好 各位 各位 各位上京的父老乡亲 各位廷林房的街坊邻居 感谢大家长久对我棱毛人以及犬子的关照啊 今天我有一件大喜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此乃大喜之事 廷林房特此仇宾 来 大家都沾沾喜气啊 好 老爷 这廷林房这吃香也太难看了吧 这点破事还大出兵 不妨 让他们瞎折腾吧 后戏 还在后头呢 咱们走着瞧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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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家伙 爹 妹妹出入府 还需找个嬷嬷交些规矩 不可辱莫冷门家风 逆子 怎么了宗儿 下周了吧 来坐坐坐 坐 吃吃 你妹妹回府多日 你可曾送过她一样礼物 你可曾问过她在外漂泊多年吃了哪些苦头 你不陪她 整天陪着那些小姐太太 一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扎在脂粉堆里 要我说呀 哼 辱莫冷家家风的人 是你 看来也有人能想得住你的冷掌柜 爹 其实哥哥也是为了祖宗家业嘛 爹爹不要生气 宗儿 你走丢的时候年纪尚小 咱们冷家世代为官 你爹爹我好歹是个正八品知识 为了冷家 为了冷家你起码做到正七品大员吧 你看看你现在 你 哎呀 你说说你 我应该怎么向咱们冷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 爹爹爹你没事吧爹 爹 其实哥哥的庭陵房我早有耳闻了 甚是兴盛的 连隔壁朱颜阁的老板都对他忌惮三分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 但是如果爹爹觉得哥哥应该走仕途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帮忙打理廷陵房的生意 帮哥哥忙嘛 对吧爹 甚好 好 黄子轩我和你说过 冷府的架势你不要插手 哥哥可以对妹妹这样吗 再这样我叫爹爹了 爹 你要是再敢理由我爹 等等等等不敢了不敢了 不敢了 两个人的时候就不要再装了 我装什么了 黄姑娘想必是观察已久了 竟知道廷陵房和朱颜阁之间的恩怨 冷掌柜 我看你是白天太闲了吧 晚上才想那么多 我可是上京城的金牌导购 如果连数一数二的美妆店之间的竞争 我都不知道的话 那才叫奇怪吧 黄姑娘若是说得如此诚恳 那冷母便放心了 你干嘛 事成之后还你 来 姑娘你没事吧 好痛啊 腿都断了 为什么这个野丫头 会有妹妹的玉佩 你 你是那个廷陵房的冷掌柜吧 你这玉佩哪来的 你叫什么 我叫黄子轩 这个玉佩我生下来就有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偷到冷家胭脂的独门秘方 你爹才有救 明白吗 听说了 按我说的做按我说的做 听说了 按我说的做 怎么回事啊 少爷被打了 好像是小王爷 对呀怎么回事 他们被打起来了 他们被打起来了 你 我叫你 听不懂 听不懂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少爷有危险 帮我什么事啊 少爷打架了 打得打呗 我这小生病 我能帮他不成 小姐 就说少爷要被打死了 打死了 打死了冷妖族 谁给我复工钱 出来说吧 妖族 你可别乱来啊 走 小王爷 你手下留情啊 这孩子俗小挺多病的 不是你们有话 出来说吧 别打了 爹 宗儿 爹你别着急 女儿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借你的班子一用 你这是有什么妙计了 看我的吧 哥 哥 哥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把爹爹的班纸砸喽 我数三声 一 二 冷伯父 您来给我评评理 您是不知道 我为了顾客在我们店里 根据气味选香膏 费了多少功夫 冷妖族 你只在乎你自己 香膏一旦团积 香气挥发完了怎么办 哪有那么快啊 你快打其词 如果可以在盒子上 写上香气的名字 画上主要的香草的配料 这样顾客看图 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 进行挑选了 而且盒子还更加美观呢 可顾客不知什么味道 如何挑选 那就留个悬念啊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反而会让顾客 想多买几盒回家试试 再说了 我们廷灵房的名声 谁认不知 还会怀疑我们的产品不成 所言甚是啊 妙妙 你怎么如此鲁莽 这个班纸乃是爹的心爱之物 快快欢迎爹 小事小事 只要你妹妹开心就好 倒是你敢对小王爷动粗 实实无理 快 给小王爷赔个不是 爹说的是 小事小事 冷伯父 冷伯父 要是哪一天 我和耀祖不吵不闹了 才是出大事了 这位机智过人的姑娘 可是妹妹 皇天不负有心人 宗儿啊 到底是让我给找到了 那只要恭喜冷伯父和耀祖了 竟得如此宝藏 冷姑娘有理 在下是向北伐 不知道姑娘可有听说过我 你我从小就有一门未过门的婚事 如此说来 你是我未过门的未婚妻 冷伯父 您说呢 糟了 我这心情无法 冷伯父 冷伯父 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这年纪大了就要注意 小心小心 小心台阶啊 小心 他到底谁啊 不该问的别问 那有婚约你早点不跟我说 你没有 你有 宗儿 你觉得我怎么样 符合你对夫君的标准吗 小王爷 注意你的身份 看什么看 还把我吃了小王爷不成 有些人不要白日做梦 徒增孝儿 妖族 你这样说妹妹可不妥 过于计算刻薄的些 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 你掺和什么 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你说我掺和什么 既然如此 那就见妹妹一哟 盯紧小姐 无知数子 你自己清心寡愈 对情爱之事 一无所知 也都罢了 那小王爷便也如此吗 一对年轻男女 共处一室 甘柴烈祸 一出击发 你懂不懂啊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还让她去 她那嘴笨得像脚后根似了 你让她去干嘛 当门神啊 你 你这个哥哥你 你怎么 怎么 怎么当的你啊 你不去是吧 我去 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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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这么轻而易举 就进冷掌柜房间了 真是天助我眼 我去 郎掌柜果然还是不放心我 小王爷 那个 这么私密的地方 我来好像不合适吧 合适 对了聪儿 你这些年 过得还好吗 小王爷 以前的事情 我都不太记得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冷家人 莫非 她早就看破我的伪装 我该怎么办 因为你 不冷 小王爷 我自想生在乡间 自然性格不会太冷 但是之前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太记得了 不好意思啊 原来如此 无妨无妨 今天我啊 是有另外的事情要找你的 你看这个 有没有成为报款的可能 小王爷 嗯 我觉得现在的人卖货 很多都是盯着自己的货 但其实如果真的想卖得好的话 得知道顾客想要什么 最需要什么 问题是顾客想要什么 需要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内心想什么 那这个 那这个 当然要因人而异了 你总不能给和尚卖梳子吧 再具体点 就拿这个脂粉盒为例 其实一般肤色比较深的人 都很在意自己的肤色 如果我们的盒子也做成暗色 那那些人看我们盒子的时候 就很容易联想起自己的肤色 而感到伤心 所以说不如 我们把所有的盒子都做成同一种颜色 然后依次编号 这样只有我们自己的员工才知道编号的意思 钱来购买的顾客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这样是不是显得我们更加贴心 让顾客更喜欢我们的品牌呢 小聪明 昨儿你太棒了 我让你盯着他 你看哪儿呢 看我 进去看 幼主 你怎么来了 我觉得 你们需要我 不需要 不需要 不 你们一定 需要我 来 晓鸥 赵宁药租这个付款的速度 什么时候才能还清爹爹的债 我 你 你 你 比 你 自己 看 要是我能快点挣到钱 爹爹和姐姐不用生那么多苦 好在现在除了冷老爷子 还有小王爷替我撑养 他可是冷药组的合伙人呢 合伙人 这个野丫头又在打什么小酸吧 慢 慢 没事 来 吃一个大鸡腿 好嘞 来 来 宗儿 这些菜可都是你亲自下厨做的 爹 孩儿回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每日看到哥哥为府里奔走操劳 孩儿觉得自己特别的没有用 只能做这样一桌菜已经我的孝心 难得宗儿有这份孝心啊 来 药族 尝尝 好喝吗爹 宗儿手艺甚好 那宗儿之后日日做给爹爹和哥哥吃 别 别别别 宗儿 爹问你啊 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啊 嗯 嗯 宗儿之前在上京的时候 一直在帮各种掌柜们卖货 尤其是 胭脂水粉之类的 但想必 我这些雕虫小技 应该是入不了哥哥的发言 哼 听还是不听啊 孩儿正了此意 当真 当真 这样才有我冷家长子风范嘛 知道心疼你妹妹 孩儿 原本就要让妹妹 做我的副手 竟然如此容易 就怕 这性冷的又在搞什么妖蛾子 满眼繁华 赴个香 似顾奔忙 赞一两 所以解释和宝香 低价又悲价 大人情月交换心痒痒 套家换家才更淡凤凰 把面玲珑惹来生一场 成真日上好景象 去莫把我轻看 才知我余盘 千斤手买善良 都不买仗 谁说我的非要 对两人暗算 争执如我不准许捣乱 群一鸣我放心 或许来试探 赴你独身在其笑量反反 初恋饼和灯饼 付过丝榜单 喜事成双成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